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受无众生得灭度者》 这是四识 度众生 食无众生得度 这个说法初学人听到之后就很难理解 好像两句话完全是互相矛盾 又要度众生 又受众生得度 这个话怎么讲呢 必须要明白其中的真正的道理 实在呢 在前面也曾经透过了不少了 佛菩萨做众生是给一切众生做赠上缘而已 佛菩萨只是把理论告诉我们 我们不晓得这个道理 把理论告诉我们 把四识真相告诉我们 四识真相我们不知道 佛菩萨知道 把修行正果的方法告诉我们 佛对我们的帮助就到此为止 真正修行要靠自己 所以大臣经上许多地方佛都说佛不读众生 这个就是众生之断获正真 修行正果 是他自己的成交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想的 我们肯精进肯努力 佛菩萨保佑加持 我们不肯用功不肯努力 所以佛菩萨也无可奈何也没办法 就像学校的老师对学生 学生很听话 很用功 老师在旁边指导他 帮助他 学生很腕痞 不听话 天天讨学 老师对他也无可奈何 所以佛菩萨是老师 大家要想的不是神明 其实神明对我们也帮不上 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学佛的人第一个要明理 神明保佑我们 其实是我们命里有的 命里没有 我命里没有财富 我天天拜神 神就给我财富了 没这个道理 假如神明真的 我命里没有财富 他可以给我财富 佛菩萨都去拜他了 佛菩萨没有这个本事 他有这个本事 他得了吗 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做了好事 所以神明有奖赏 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 就像你对社会 你对社会有很多贡献 国家给你奖赏 就是这么个道理 国家奖赏 他有理由的 有条例的 不是随便 他喜欢你就可以给你 那个犯罚了 那个不可以的 你一定要有贡献 要有贡献 你才能得到 那么这个贡献贡献 还不是自己修的吗 还不是自己命里有的吗 神明也不可以乱来的 这个是礼仪要搞得清清楚楚